美国纽约市布鲁伦伯大道华社2日凌晨发生一宗 黑吃黑血腥劫案 三名华裔劫匪持枪厂入一间华人经营的非法地下倒档 枪狂打劫 双方大打出手 血浅满地 三人在冲突中受伤 包括一名劫匪和两名堵客 目前受伤的劫匪已经被警方逮捕 另外两名同伙仍在通缉中 警方表示 案发在凌晨0时41分左右 案发地点在布鲁伦七大道52街712号住宅的土库内 是一间华人私设的非法倒档 据悉 三名劫匪持枪厂入倒档 高涵 把钱全交出来 这是抢劫 等威胁性语言 其中一名劫匪使用电击枪 多次电击一名53岁的倒侠 并抢走其现金 另一名劫匪使用手枪 对一名41岁的男性进行多次射击 然后逃离现场 在混乱中 众多倒侠奋起反抗 将其中一名使用电击枪的劫匪制服 警方赶到现场后 将其逮捕 另外两名劫匪侧趁机逃走 两名受伤的倒侠 被紧急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其中一人头部受重创 左臂和肩膀受伤 另一人伤势严重 需要手术治疗肩膀和大腿 但警方表示两人没有生命危险 对于此次结案 曾多次举办活动强调 赌博危害的州参议员曲怡文表示 他已经在事发后和72分局保持紧密沟通 在他要求下 市警负责黄岛独的Vice部门已经介入调查 曲尔文还向72分局局长提出 应在农历新年期间加强对八大道周边的巡邻 对方除了同意增加巡邻警力外 也承诺近日将同66分局派出社区事务警员 在八大道沿街向行人同商家做安全专导 市议员庄文仪在获释案情后 也表示痛心疾首 安全对于我们的社区犹为重要 支持警察办案工作为首要任务 庄文仪表示 在春节期间 由于社区活动增加 华社警察都会增加 如果大家看到非正常现象 请及时同庄文仪办公室联络 电话9295020491 据美国马里兰州落透官员的表示 一名男子因为工作不信心 维加图中在菲德里克市一间便利商店 买了一张彩券 结果中了10万美元大奖 这个幸运的男子在1月1号领奖时说 他当时只是想转换心情 没想到会中到钱 他说那天过得很差 返家那时见到便利商店 就想着买张彩券试下运气 他用电脑选号的方式买了一张彩券 第二天检查的时候 发现只差一个号码 其他的号码都中了 他惊讶得即刻打电话给他老婆 但是他的口气好像发生了什么事 令他老婆好惊 夫妻俩用手机厄再次确认 发现真是中了奖 落透官员说 这对夫妻快要退休 他们很开心这笔钱可以帮他们还清债务